農曆七月一般被認為不適合看房買房 但今年發現民眾已經沒什麼顧忌 統計近十年民俗月交易量不減反增 因為有一些買方擔憂 越晚買房價越貴 顯示傳統禁忌慢慢被破除 即使民俗月對房市影響 逐漸轉蛋 今年交易量還是不容樂觀 看看七月六都買賣移轉棟數 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六棟 月減百分之二點四 一到七月合計十二點六萬棟 也年減一成五 更創下五年來新低 加上建築成本高昂之下 房價也沒跌 雙北第二季平均房價繼續漲 臺北的標準房價 更來到單平近七十四萬元 而南二都 臺南高雄以及新竹 價格也微幅上漲 桃園和臺中則接近持平 都沒有下跌跡象 在房價高 買氣低迷之下 連家具業也受到衝擊 我們從去年的下半年 就已經有觀察到房市的緊縮 影響到了其實家具的買氣 因為其實房子越來越貴 買的人越來越少 然後買的人又越買越小 對 所以其實在空間的利用上 還是以比較多功能跟收納的為主要的趨勢 高房價 小宅當道 收納型家具成為趨勢 像是可以存放吸塵器 大型布偶 和東進棉被的先床組 或是能夠隨著空間需要變化大小的茶几 以及摺疊床墊 都是熱門選擇 業者拼買氣更出招 主打裝潢家具配套服務 瞄準小資買房族 在房市寒冬中成功突圍 三立新聞 蘇星光 李孟山 台北報導